新冠肺炎試入全球,環球經濟各行各業和社會都受到影響。 除了帶來風險和不確定因素,同時也為投資者提供機會。 今天,品浩亞洲高收益策略的投資作合經理斯芬昌會和我們分析亞洲高收益債券投資的主要優勢。 斯芬,首先,為什麼現在是考慮投資亞洲高收益債券的理想時機呢? 經過實施多項控制疫情的措施導致全球經濟吸收縮後,商業活動開始出現初步好轉的跡象。 不少亞洲公司也陸續復工。 經過近期市場的重新定價後,亞洲高收益債券現在的收益處於吸引的水平。 期望受惠於亞洲區經濟復甦的投資者值得留意這個市場。 相比起美國高收益債券,亞洲高收益債券大約有200個基點的息差日價。 而且平均信貸的質素較高,與歷史水平相比,這個日價算是不錯的。 另外,現時的息差也反映市場預期會有雙位數字的唯一率。 但10年平均歷史的唯一率其實只是大約2%。 對長線投資者來說,現在的股值可以帶來吸引的投資機會。 在全球層面,越來越多證券的收益率處於偏低和負數的水平。 特別是日本和歐洲。 但市場上不少投資者仍然希望找到較高收益的資產。 所以我們認為亞洲高收益債券有利好的技術性因素支持。 Seven,在亞洲高收益債券方面,品浩可以為客戶提供哪些優勢? 請你介紹一下你們的投資團隊和投資策略。 品浩的亞洲信貸研究平台是同業中屬於最大規模之一。 我們有9位信貸研究分析師負責研究區內所有行業的債券。 另外,我們的亞洲高收益投資程序也有品浩全球的信貸研究平台和新興市場研究團隊的支援。 透過這兩大資源,我們可以運用品浩的全球行業觀點 調整我們的行業分析,比較亞洲區以外的高收益企業債券投資的機會, 同時決定適合的主權風險水平。 我們的基金可以藉助品浩獨特的從上而下的投資程序和宏觀經濟觀點, 以及透過多種投資工具靈活增加戰略持倉和進行對沖。 另外,我們會深入分析每個債券,進行詳細的財務預測和ESG評估。 得出內部評級和投資建議。 我們希望可以在市場物色表現穩健, 具備中期回報潛力的發行人。 同時,我們會根據相對價值挑選個別債券。 品浩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固定收益經理之一, 令我們可以有條件直接與發行人合談, 爭取到比較有利的條款和營購分配比率。 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投資組合。 品浩的亞洲高知識債券基金可以為投資整體組合帶來什麼優勢? 我認為這支基金可以發揮三個作用,分析投資,提升收益, 以及提供不錯的風險調整後回報。 首先,亞洲高收益債券和標普500指數的預估相關性是0.6, 所以這支基金可以成為偏重於股票的投資組合另一個賺取大肆回報的來源。 由於它與美國政府債券存在負的相關性, 亦可以為核心固定收益的投資組合分散風險。 另外,正如之前所說,這支基金可以提升投資組合的收益水平。 在我們預計全球低息環境將會維持的情況下, 這是很多投資者都重視的優勢。 最後,在風險調整後回報來說, 亞洲高收益債券過往都跑贏亞洲股票、 全球高收益債券和新興市場的外債。 Steven,謝謝你今天和我們分享你的觀點。